师父真的感恩您 我们众生这么拔喜 您其实很辛苦 我这两场法会法会跟下来 我感觉到师父和东方台秘书室的师兄 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和不容易 您很辛苦 您不仅就是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和功力 还要就是帮助众生悲异 澳门法会的当天晚上 大法会的当天晚上 我就梦见您悲异 悲得很厉害 您胳膊上有一个大的毒笼 很大很大 比手指头还粗 然后您抱着 费了好大的劲才挤出来 挤出来不够 真的被你厉害 因为我昨天刚去看病 就是胳膊上一个毒的 对就是胳膊上那个很大的 哎呀左面你都知道啊 哎呦你姓什么 你姓什么 姓张啊 我姓张 张台长 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师傅 我真的我真的 梦里我很紧张 我想帮你挤 我和很多同学 还有我先生帮你挤 我们都帮不上忙 最后是您自己挤出来的 我跟你说 昨天还去叫医生看一看 嗯 您背了很多 背呀 咱们不背呀 背他们在肩膀上呀 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真的 哪有哪有救人不复出的可能不啦 背一个人都背得来很累呀 何况救人呢 是的 是的 师傅您真的太辛苦了 然后非常的不容易 没有没有 我们也好好的珍惜 我们电台的小朋友 哎呀他们厉害 哎呀靠他们 对他们非常精进 非常的那个有修养 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校 他们很有修养 台长是真的 真的不一样 从来用不到讲他们 他们都非常自觉的 做得很好 哈哈哈哈 对的对的对的 师傅您教导的好 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在您身边也不容易 那师傅您在 您在那个 那么就是 梦里还还给我先生家子 帮他消除头部和脸部的业障 帮他脸揉了好久好久 本来他脸是又黑又瘦的 被您一揉变白了 我告诉你 你先生很好 你先生 你先生真的很护持你 因为你功德大 所以他护持你 他都有功德 没有没有 师傅我很惭愧 做得不够 修得也不好 师傅